好 嗯 我们的实体建好了 下边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 把这个映射文件写一下 把映射文件写一下 那好 映射文件放哪 和你的实体类 放到同一个 包里面 那好了 映射文件 那是个什么文件呢 映射文件 映射文件 这个文件叫什么名 student 因为我这个是不是要做student 他的印象呢 所以我就叫student.hbm m 可不是n 当然这个文件 你说我这儿必须得叫student吗 不是 是不是叫什么都行 我叫student的意思 是不是增加可读性啊 我一看就知道 他和他是 这个是不是做他的一种设名 因为你这个是不是需要往 主配置文件里面注册呀 既然你去注册他就说明 叫什么名都行 然后呢 我们看着啊 看着这图标 现在这图标 是不是这种图标 对不对 这一次我们大家已经有经验了 知道 这是不是 就是普通的channel文件的打开方式啊 主要在这呢啊 我们一会儿 channel文件什么 channel文件是不是 约束啊 是不是得加约束了 那你这个约束在哪呢 啊 我们大家也有经验了 约束我从架帮里边找 原来student2里边 我是不是从student2 找的呀 我得看看这 havenate里边有没有havenate code 要有的话 我是不是得找找啊 好看一下啊 havenate code 哪呢 诶 是不是要有啊 那要有他的话 那 我们当时找的时候 找的是不是俩地方呀 找的是根 下边 然后 和第一个架包 是吧 因为这里啊 位置是不是 放那种公共的东西呀 诶 我们看他根下边有没有 这么长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那看看第一个架包 你看下边是不是都是他的子包 诶 是不是又有了 啊 而且 你看看 他不仅有ddd 是不是还有 xsd呀 对不对 我和大家之前说过 我们的约束文件有两种 一种是ddd 一种是xsd 他这都有 我们在这还用ddd 还用ddd 啊 xsd 我们到sprung的时候 来使用 啊 那不过ddd 这是不是有两文件呢 那我应该用谁呢 你看他 你看他 他是不是 Hamlet configuration 就是Hamlet的配置 是不是 你看看这个名 cfg 这个Hamlet 主配文件的名称 Hamlet.cfg cfg 是什么东西 config 可以呀 是不是 config.chml 所以 这个应该是主配置文件的吧 约束 这个 Mashing 是不是是文件的 OK 确切实实实是这样 啊 啊 打开 打开它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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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我们就把俩配置文件 是不是 都给它建好啊 主配置文件 建到哪 isrc 当然 啊 默认啊 是建到src的 至于其他的 我们回头再说 那这个也是XM 这个 叫 叫什么呀 叫 hybernate.cfg.r 有没有 好 来吧 先说 映射文件 映射文件 是不是找它 你看 一眼是不是就看到它了 就这个 Ctrl-Z Ctrl-Z 好 先告诉我 它的根 标签是谁 Havened的Making 是不是 就它呀 OK 保存 这是主配置文件的 诶 是不是也一眼看到了 是不是就这个 Ctrl-Z Ctrl-V 它的 根标签是 Havened Ctrl-V 是 包存 要 怎么报错呀 我们大家也知道了 这里边 是不是应该有这种 必须要配置的 子标签呀 看看呗 你看 它是不是说 这个 没有完成啊 Incomplete 是吧 它必须匹配 是不是 要么它 是不是要么它呀 对不对 第一匹配这两个 并且这个 是不是只能有一个 主要就在它 大家看 主要它 也不能多于一个 是不是也不能少于一个呀 而这个 Security 这个Security 这个Security 是不是安全嘛 这是不是写的问号 问号 是不是小一等于一呀 啊 你可以没有 要有的话 最多是不是一个 OK 先不用管它 先不用管它 啊 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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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关掉 你看看 这图标是不是已经都变了 双击打开 OK 大家看 是不是图标变了 好